继续回来即场教导知有问必答的环节 厂外身边的嘉宾 是来自要财证券的研究部高级分析员王伟豪先生 Ravi 你好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内地收市的表现 看到三大指数都是接近低位收市 上证纵合指数跌了14点 收报在2445点 今天最低是见过2442点 而护心300跌了16点 收报在2663点 而深淨城市方面跌了75点 收报在1224点 三大指数的跌幅是介乎0.6%至0.71% Ravi 看到内地市方面 看到五市回来之后 跌幅进一步扩大 而三大指数都是接近低位收市 看回两会正在进行中 暂时来说虽然看到某些板块 像消费股那样 个别股份有点充劲 正在冲警中央会不会进一步 出一些政策去扶持消费股 内需 但大市方面来说 都是偏弱一点 未来还有很多日 会还要开的 你怎么看市况 会不会是继续比较波动一点 如果您问回内地股市 究竟今天特别下午回来 稍微跌深了一点 还在挨近差不多 全是低位收市 但至于您问到 未来怎样看 或者有什么因素去到左右回来 正在Lisa说到一点 依然围绕着两会 因为两会都叫做环绕了整个星期 都叫做开成10天这么多 所以这个星期里面 无论两会有什么好和淡消息出来 都完全令大市 特别是内地股市 都会比较波动一点 所以如果你问到 这个星期对内地股市怎样看 正正都是因为都会这样说的 暂时都是稍微叫在高位置 正在整固 但无常想都叫少少确许方向 但确许方向得来 都相对都会觉得波动一点 大主要是问到 真的过了两会也好 或者过了这个星期也好 究竟怎样预测整个市 当然刚才说到 比较关键的这个星期 究竟未来两会有什么因素 令到市场升联一点 完全都会带来后市怎样看 但假设这样说 如果你这个星期没有太多消息 左右到整个市场回落的时候 变相市仍然在高位置做整股 我觉得后市仍然可以看好一点 更何况另一边说 其实今天早上又好 或者下午都说过了 除了看两会之外 其实这个星期对内地来说 都比较多的影响性 特别来说都是一些经济数据 比较大家关注的 都仍然是CPI 就是通胀问题 究竟到什么的景地或者水位 因为现在预期 很多人都预期刚刚二月份的通胀 有机会回落到四楼下 甚至可以第一次回落到证利率 因为一年期的基础利率是3.5厘 从而今次CPI回落到3.5楼下的时候 变相又回到证利率 意味着通胀受控的情况 其实都可以说是越来越理想的 当然这个仍然是有待 有跟进回变成一个事实 所以现阶段看来 我们股市的影响性都比较大 但某一点都需要强调的 影响性大 在高位到整固 比较反复也好 但唯一看到的 就是成交都是强的 今天来说成交都显着又大一点了 虽然今天叫两会受着两会拖累之下 震恙性比较多一点 但今天来说 好久在两地加上成交 其实现在粗略自己计算 都仍然超过2000亿的成交 变相来说 都又回复上星期三之前那几下 是成交显着大的一刻 如果未来继续这个星期 成交都仍然大一点 而变相来说市仍然在高位到整固 没有太大的一个调整深度的时候 某座上后市仍然看回好一点 给大家看一些位置 其实今次早已说过 如果从我技术指标上看 上证来看 现在就在2400多点这区间上浮沉 我觉得未来下面有什么支持位置 比较明显一点 也有短暂的支持位置 看一月份延伸上来的短期上升轨 刚刚在3月1日的低位 大概2426点 我觉得未来搜寻这些位置的时候 其实变相不算太差 反而来说 后市仍然可以继续向上网 上网的空间来说 除了大家所谓憧憬2500点之外 其实某一点比较明显一点 就是去年11月初的一个高位 大概2536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以上面做这个目标 下面来说用2426点做短期支持位置 谢谢Ralph 其实刚才也说到 虽然大市普遍是跌下来的 其实都见到一些个别的消费股 今天有些比较漂亮的升幅 好像有几只 青蛙王子 1259 1880 这只白例国际 还有其实都见到一只匹克 匹克 1968 想和你先看看就是青蛙王子 这只股份来说 真是见到它就是 走势是非常之凌厉 是不停地破顶的 现在已经是 去借近4元这个位置了 这只股份来说 都是属于消费股份来说 都是比较受惠于中央或者匯准备 出一些政策去支持内需 看回这只股份来说 你觉得如果说 持有这只股份的投资者 你觉得需要不需要 见它都破这么多次顶 要不需要先来一离场获利 是的 如果说到 1.259 请了王子 其实都不仅是今天 其实拉云整个2月开始 其实都显著是越来越强 其实今年回来 大家已经说这些股份 始终都受惠于 叫做农必的概念 但是特别达2月份开始 其实升势更加凌厉 如果是即是月份计 其实某程上初步粗略计 由大概2.2这边开始升 短短一个月左右 升至现在最高3.8 其实升了1个6人 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6-7成 所以升那么多 的确现在一段说 怎么说也好 无论基本面也好 或仍然在炒农必消息也好 其实我自己一两都倾向 是比较保守 或者是否稳稳 不如这时候问到 好没有这些位 如果有低位捞到 现在去走的时候 我都挺建议可以 先行考虑 是先吃壺的 但是我是否這麼急於這些價位呢 我覺得可以稍微看多一點 因為今早早起初步都看到衝高完3.94 一點點也升不破 慢慢來下來 我覺得可以看短線給多一點參考性 看看4元有沒有機會突破得到 如果4元短期內突破不了 才考慮到獲利離場好 或者走回 但相對來說 如果一直都是這樣說 沒有貨朋友 現在還能追 的確走勢上是漂亮的 但某程度上的風險來說 真的是稍微高了一點 而且從股值上看 雖然現階段就不知道接下來是怎樣 但如果拿回中期業績看 其實某程度上9毫多支的每股盈利 假設真的乘回二 當一年都好 其實過兩人之間的每股盈利 變相現在都有大約十幾二倍的市盈率 不算太吸引了 如果現在升上去追的時候 變相也稍微高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可以的話 給一些耐性 始終炒農B的概念 還有大約九個月的時間 如果真的要炒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讓它回落一點 看看有沒有機會試一條20天 先壓近3元的位置 才要考慮 現階段來說 如果還要追的時候 我覺得風險來說真的比較高一點 另外一隻消費股 這兩天跑贏大市 有剛才說過這隻 1880 百例國際的 你看到這隻來講 看到它其實 從青蛙黃色有點不同 就是因為一直以來 好像由年初到現在 它都是跑輸大市 但唯獨這兩天 由星期五開始到現在 都是跑贏大市 升勢也是非常凌厲 看回它今天的價位 是在做13.5 現在這一刻是升超過4% 今天最高是見過13.58 這隻你會怎樣看 是的 如果的確說到百例方面 之前Nissia強調的一點很重要 就是見到今年回來也好 或者去年開始也好 整個大市叫做回升了這麼多 升了3-4千元上來 但某程度上 你看到百例方面 其實走勢上的確不是太好的 或者相對大市來說 是為之弱很多 但到近期這兩天 稍微好一點 當中有什麼因素 當中來說 如果真的從各別公司說 有沒有很多記憶好消息 的確就沒有什麼 某程度上都是炒的 在一個消息層面上 始終衝景著 可能兩會也好 或者內地也好 接下來的消費政策 都叫做受惠百例 所以本身來說 當股價去到近日低位 也有少許技術上看 叫收窄意味治後 去到這一點 大概13元邊這位置 就有個真正的突破了 所以現段來看 如果這個技術上看 稍微有個收窄意味之下 去到突破的時候 短線可以看好一點 但問題就是 突破還突破 今天來說一支大元祝上來的時候 就是突破了這個收窄三個型 但始終來說都去到近13.5元 也是之前的一次高位 或者是拉回來看 其實幾次都是這些位置反覆復的 雖然說 13.5元阻力都未必能夠真正 那麼快確認得到是否可以突破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給少許耐性 看完這兩天 你說兩位也好 或者基本面上也好 或者技術上也好 如果你看看有沒有機會突破13.5元 如果可以突破得到的時候 而又站得穩的時候 才儘量去到小處考慮都未遲 現段來說 如果這些價錢去追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風險比較大一點 因為都怕13.5元突破不了 就回到50天線 至於今年13元是哪些位置 謝謝你 Rafi 我們這節時間又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 依然有職場教導節 有問必答的環節 有問題想問 都可以趁著下一節打電話給我們 Rafi依然會在這裡 跟我們講解市況 以及解答問題 我們先看看 恆生指數 最新跌接近300點 跌295點 做21,267點 成交額方面450多億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再見面